请问师傅 许愿仪式修成 五年的业障集中报 这五年内业障报的速度和强度 不反正一般如何分配呢 它不是分配 它根据你前世的燕结 前世的业障 你把它把它所有的业障 当中集中起来了 比方说你三十岁的时候 你说仪式修成 我这位子全部 那么五年集中报的话 你算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你算一下 你前世 你前世的业障还有多少 它是这么算的 今世你到三十岁 你做了多少业障 然后 它根据这些 它把你报掉 那么然后呢 三十岁以后呢 你过去 因为你过去生中有过一些业障 应该三十岁 四十岁报了 五十岁报了 它就集中起来 所以这五年当中 其实报的最早的 还是前面几年 到后来越报越少了 就像利滚利一样的 听得懂吗 嗯 刚安师傅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生死节 护法神一般都是全部 提前拿来报 还是说拿其中的一部分 在五年内报掉 那看着呀 生死节躲不过的 它就要全部的 如果生死节躲得过的 它就有一半 啊 如果许愿了一次修成 在五年内集中报应期 它原来就有一个 或法神安排业障 提前报的时候 会不会把那个 把那些业障 避开这个大节呢 一起的 一起的是吧 逃不掉的 啊 只是说 大的 大的劫难也跟变成 其他劫难一样 都可以化掉了 就是都可以报掉了 报掉就是说 至少报的当中不会死掉嘛 嗯 是是是 大人师父 嗯 嗯